人家忙也好 你被帮也好 你都要考虑到 你能不能承担这些后果 你有可能就被干掉了 马爷你现在求熟人帮忙 是个什么心理 我这样就很痛苦嘛 你看我没求过你嘛 为我求您了 就是人求您 就是你求一个人呢 今天你会有一种内疚感 尤其像我们这样啊 就因为我还有一个年龄 就我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假象的社会地位 然后你去求人家 人家就有人办不成的时候 他会特别努力 特别努力 交代不过去 交代不过去 弄得你还很痛苦 所以呢每次都是会试探 就是谁有什么个路子 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人情社会 就是你没有这个路子 你很多事就死活都办不成 就突然你找到一个人 很简单就把这个事办了 所以你就被迫想相信这个熟人社会 相信我怎么信任你 过去那种熟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丢得一干二净 我就讲一个事啊 我刚才你们讲这个 生人熟人之间 我忽然就想一个事 我想我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刚跟我结婚啊 那时候她自个去杭州 去杭州呢 到杭州以后呢 她要去到林隐寺 进去拜佛 她拜佛的时候 她比较信佛呢 她就说我身上不能 第一不能带钱 第二不能带什么 就什么都不能带 然后她就把一个书包呢 把她的钱包 书包和身份证件 什么都搁在这个书包里呢 就是她路上认识的一个人 她给了这个人 她说我进去拜佛 你等我啊 她一进去呢 比她想象的时间长 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出来 那人还在路边等着呢 你今天先别 先别说有没有这人 今天谁敢了 干这个事 你根本不认得这个人 就不认得 就非常信任 那时候那个社会 这时候我说 就大约三十年前的社会 是如此的信任 如果不是一个 如此信任的社会 她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今天有没有这种人 我想依然有这种人 但是没人做这件事 人有的是 都敢给 我既然给你 我就敢 但是人家不是 假设你 谁都不认识你 咱们在座的人 都会在那等两个小时 但是谁会信任你呢 这是有个问题 所以您知道 就是我记得是 陈寅雀啊 现在要读陈寅课嘛 是吧 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道德 变换的时代啊 他说有一种人 叫巧人 有一种叫捉人 捉 捉人 捉人啊 就是巧人 就是享受了 新规则的权利 用新规则的权利 避开了旧规则的义务 用旧规则的权利呢 避开了新规则的义务 他说这个捉人 其实就是老实人 就是笨人 就是承担了双重的义务 没有用好权利 对啊 但我觉得 其实在现代社会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以为我是摆脱了熟人社会的一代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这种亲戚 亲戚朋友也都不在 亲戚也不在北京 然后我也减少自己的社会需求 来降低自己的社会关系 你知道 我就我不帮人 人家也不帮我 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在这个 你不知道谁就成为你的熟人 我那天遇到一个事我很苦恼 就是我的中介 人卖我房子的中介 他找我借十万块钱 他说姐这关我实在过不过去了 我找你借十万块钱 他说我们都很熟了 我就觉得怎么说我们就很熟了 但他认为你看我天天见到你 我还给你卖了房子 我们就成很熟了 然后我最后没借给他 但我内心非常的纠结 然后我妈那天还遇到一个事 就是因为每天找我们家送快递的 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那个快递就说 说大姐说你借我五千块钱吧 我们都那么熟了 然后我妈就很害怕 你知道因为那人 他是个我们家的快递 他知道我们家住哪 他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所以我妈说怎么办 然后就给他打了点钱 说你别还我了 但是就把他拉黑了 就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当今我们好像觉得 技术这个导致不是熟人社会 但有的时候你生和熟的界限 也变得很模糊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真事 我们家亲戚发生了真事 吓坏了 就是他们住在十几楼 然后有个保安 这个保安人挺好 所以每天见面点头 就是这种关系 每天见面点头 有时候看你拿的菜多 帮帮忙 这就算认识 但是就有一天 他那个电话响了 他这个保安说的很突兀 说是这个 我老婆从村里来了 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家住一下 那你这比借钱还恐怖 他不用住睡卧室 就是你们家不有个客厅吗 他就在你们家客厅地毯上 打个地铺就行 你知道这会给我们家的亲戚 他带来很多个恐慌 你知道吗 因为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选他家 当然不好 当然不可以 但是怎么拒绝他 你知道吗 又怕说 他怕后果 甚至说要不要投诉 但是有时候又不敢 说这你得罪了他 你也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说这事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说 咱们给他找一个招待所 找一招待所 把老婆安顿好 然后就从此 见面还打交货 你知道吗 就害怕 然后害怕 最后呢 还给了他两百块钱 对 这很好 就是怕 就是你 就让他欠着你了 就好一点 你欠着他肯定是不好 你知道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 他认知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种 就是他的乡村生活逻辑 你也不能说这个保安 他想的不对 他是不是在村里呢 就是觉得咱挺熟了 我天天见你 我天天见你 我老婆到城里来 又没钱住什么地儿 没地儿住 今天就在你们家哭就一晚上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 他的觉得熟人的 这就叫假熟社会 我们今天就 假熟 你天天见不一定熟 对 现在都是假熟 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那种 你说你不熟吧 你确实认识这人 然后他提出的条件 你认为就是非分的 但他认为是在 不仅是合理的 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对熟吧 所以他不觉得是个事 他觉得你那房子空着 也空着 对对 所以你平常客厅 反正也没人呢 我帮你 我还能帮你干点活呢 对不对 对对 我也不收你工厅 怎么说呢 所以这里呢 就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就刚才我说 就是家里进生人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 他比如生孩子 或者各种情况 家里要请人 请人呢 无非就是要不然家政公司 要不然就是找乡下 就是老家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 那事儿 后来事儿巨大闹的 就是他呢 你就请着这个老家的 而且这老家呢 就是老家的老家 反正拐来拐去的 都是那特远的亲戚 还是沾亲了 因为乡村这种沾亲 是说不清楚的 就比较远 他是需求远的时候 他就特远 需求近的时候 是 有事了 咱就是真亲呀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呢 他不是喜欢收藏吗 他就看拍卖会 突然看拍卖会 看一幅队联呢 说 哎 这队联不是我买的吗 怎么在拍卖会上卖呢 然后呢 他就去看见 我说 他就问我 我说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他说我怎么不确定 我花稍几碗买的 怎么能说的呀 对 然后我说 那就是从你们家跑出去 对对 我说你家里回 谁拿呢 你老婆 刚是不能拿着去卖吗 那就是家里的人 结果呢 我说你不能动这事啊 你直接报案 他就报了案了 报了案 这边呢 公安局去了 跟拍卖行说 这东西先停 因为他能出事罚票 他买的罚票和什么 这个很 证据很完善 然后公安局就把保姆 从他们家带走了 带走以后 公安局马上就把他给叫过去 说 说他拿了不是这点东西 然后他一下就愣了 结果那单子一看 拿那东西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这个公安局就跟他说 现在我们正在侦查 就没有立案 如果立上案 你是没有权力撤掉的 告诉他了 那么他回去跟他老婆一说 他说那怎么跟老家交代 那老家的人全会来 你把他抓了判了 行 老家的人全乱你们家人了 这怎么办呢 而且呢 东西绝对追不回来了 就是你把他判成刑 你顶多就出一口气 钱就回不来了 但恶果会买 没错 老家的人 你伤了整个网络 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要把这口气全吞了 他说那我就领回家来教育 要痛苦吧 你说是不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理和人情 对解释没法弄 你说魏老师 你经常跑乡村采访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现在我们的不知所措 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界线和关系 每个人的定位差异化特别大 原先是比较稳固的 我村里的定位就是这么样的 对吧 不管是你的血缘家族的这种亲行关系的远近 基本上是农村我觉得是以这个来定位的 但是因为很多这后来这农村的出来打工了 然后在城里有的发了财了 有的没发财又回去了 就整个的这个关系远近就模糊了 城里也是一样的 你讲 因为我是觉得是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 他有自己的一套信用体系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说这个人人品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但是你一旦产生了距离 比如他来到城里 或者他就脱离了这个信用体系和惩罚体系 他又不受法律惩罚又不受人情惩罚 所以这个就是还回到刚才马爷说那个 这我也特别好奇啊 就是我因为全国采访基本都走遍 我感受比较明显的 就还是福建广东浙江 就这些地方 他那种坚固的那种宗族关系也好 家族也好 同乡关系也好 他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的契约还是很强的 对 就为什么我敢趴借你几万块钱 不用打借条 那是因为我背后有很强的 你这种网络的这种契约在这 就是我觉得你这人肯定跑不了 你即便这笔账赖了 说你真不还了 第一我认了 第二关键最大损失是对方 就你再借也借不出来了 你在这个网络中失信了 对你在这个网络里面失信了 那反倒是北方这个东西是 松散的 松散的 南方的那个就是 而且似乎你觉得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圈层里还能持续 对 对吧 甚至在这个也是华人当中的一道啊 就在全世界都有 他就有凝聚力 他抱团生存 对吧 他这种凝聚力呢 导致呢 是什么呢 导致他帮派 你比如说就是这些年少多了 前些年像台湾啊 什么那什么独联帮啊 什么各种帮派 他一定都是这个文化 他这种文化中呢 他在表述的过程中呢 如果他有一种 他自认为优于你的语言系统 就咱俩 我咱俩说话 他们听不懂 同乡 这是不是优越 就咱俩感到优越 他们俩可能看着我们俩很傻 说的叫什么话 过去北方人说 南方人说鸟语 是吧 那是你蔑视他 但是他说这个话的人 他觉得你不行 你听不懂 你一套语言系统 我两套语言系统 我就忧于你 双语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那个 为什么就我原来讲过 就中国早期做生意发财的 全是特出语言系统的 小鱼种 中国四个地方的商人 是层出不穷 一个是潮汕地区 一个是闽南地区 一个是温州 还有个宁波地区 就中国的大商人 你挨个牌 就你能说出名的 全出这四个地区 而且你感觉啊 这个思想改造 还真没咱们北方人彻底 是吧 咱们 你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有些 像你说的这些 这些宗族社会里 他在这个圈子里 你比如说 他对外界社会的 法律和道德 是个什么态度 就像蔡东佳他们 你知道吗 我见过这样的人 就是你比如说 听说谁家被公安局抓走了 对他来讲是不问对错的 然后哗一百多人聚集了一会 想怎么办 就是给他送钱 给他送钱 他完全是一个 这么操作的 你比如说他不像咱们 咱毕竟知道 犯法了 咱都躲着 就好像 千万别沾着包 对千万别沾着 就是说 你看他们就是 等于说在咱们 那个新中国 有几十年 其实中断过 但是呢 后来复兴了 这个根的深呢 就是你看 一过去了 那个时期 哇 一下子 他又是这个系统 没错 那个博社 那个村就很明显 他其实最兴盛的 那个宗族 就大修祠堂 那四十座 大批修建 是在 你可以看看那照片 但是有在这 对对对 这就是他其中一个 电视剧就是根据这拍的 对 你看他这个 金蜜藏皇的 里边院子很深 有三进的 就是这种院落 然后就 有钱呢 比如说这个 蔡东家 他家的 就是他修的这个主祠堂 他们村这个总祠堂 他就是捐款最多的 他捐五十万 那底下呢 就是不能超过他 就是都捐个 还不能超过他 底下 你不能超过他 然后呢 就是回到说这个祠堂 这个就是第一次浪潮 应该是在清朝初年 就乾隆嘉庆年间 就开始 那个时候呢 博社是那种 做堂 制堂业 而且他要夹资港 有那港口 就是经济的发达 带来了他第一轮祠堂 就赚了钱了嘛 就开始为自己的 这个这一支 来立祠堂了 光宗耀祖 对光宗耀祖了 然后呢 这个中间呢 到了民国年间 又是第二轮 就民国年间第二轮呢 也是因为 除了他经济这个 还比较繁盛以外 更多是那个时候 其实是整个混乱 这个种治理权 就是政府 他就是到末梢 他已经下不去了 对对对 弱势政府 弱势政府 人家混乱 混战 对吧 所以他只能靠这种宗族 来治理乡村 再有第三波是啥时候 其实就是最近 这几年 或者说这十年 本来他这个 就是建国以后啊 确实是没落了 就是大一统了嘛 然后吃公家饭 完了整个就这个 军贫富是吧 然后就这个宗族 这东西不鲜明了 就是从九十年代末 就这博社这村 他开始搞市场经济 又起来了 他们他 我当时记得很深 有一个导火索 是他要重新分虾糖 就是养虾的那个池塘 是他们那村里 这个经济收入 最好的一个来源 就那时候九十年代 那时候还没有制毒贩毒啊 什么的 还没到那时候 吃鸡胃虾嘛 对 就是有本事的 就是比较能搞的人 早年出去 做什么呢 走私 假币 这是潮汕地区也比较兴盛吧 然后大部分老百姓 在村里是靠这个 种这种荔枝而养虾这样的 所以虾糖是一个最主要的 利润最丰厚的 所以他九十年代末 他要重新分配虾糖 就是你家里要占据了 很多虾糖的 你承包到期了 应该拿出来 有人愿意承包 咱要重新分配 这一轮财富的重新分配 这个宗族又形成了 有纠纷吗 还是大家 各种纠纷啊 那为了蒸虾糖 为了那我这承包到期了 我就不交出来 我大家族 我大户 兄弟多嘛 然后就各种纠纷 这个时候你就会 有时候两个房头 泄斗 泄斗真大 对 所以潮汕朋友跟我讲 他们重男欺女 是因为在这个泄斗的过程中 男的的武力比较强 所以他们重男 所以他们重男 战斗力比较强 所以他就每家每户 都要去认自己的 哪一只的 你知道网上叭叭叭 你是一只大只的 你在分池糖 分那个虾糖的时候 你话语权就强嘛 就还是重新找各自的 所以他南方这种血清关系 特别重要 你注意看啊 就中国的 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大的起来的 都跟家族有关 你比如说 我们先说香港地区 你像李嘉诚 现在把企业都交给两个儿子 香港人四大家族 你看他这种家族 他是潮汕人的 都潮汕人 你看香港的这个四大家族 他全是家族企业 你注意看南方的企业 做大的都一定是家族吧 你看最近就是很多 第一代人都交给第二代人 他还是这种家族 在这种家族当中呢 他有没有矛盾 有矛盾 肯定都有矛盾 有矛盾 都自我去消化解决掉 但北方的就分崩离析 把对方搞进监狱 这为什么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认为是语言系统 没有凝聚力 我觉得那个黑格 它是一个文化的原因 它真是挺奇怪 封管那个也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 北方全都分崩离析了 就是亲戚之间 做不大 分家 做大的时候不是分家 闹掰了 掰了倒是好事 就咱俩掰 比如一人掰一个 你半个西果 半个西果 咱还能吃 那是把西果扔了 谁都甭吃 我记得北京原来 好多年前 有一个夫妻 搞了一个什么衬衫厂 弄得很好 最后 丈夫把老婆给送进监狱 老婆给丈夫弄 最后俩人全进监狱 都这么干 你知道吗 北方确实有很多 就是文化的弊端 他那有祠堂 对 有可能 你知道吗 他不是咱们俩人的关系 对 我要是太孙子了 或者太不讲究 我这家族 我这个 整个压力 整个压力都受不了 对 就是黑格尔说 人类有三种组织结构 就是家庭 然后市民社会和国家 我觉得熟人社会 是很微妙的 在这个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夹层 就是三种 其实是并行的社会结构 并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进化与否 那我觉得 每个社会有不同的准则 就是当他有自己的准则的时候 他不必依赖于市场社会的准则 和国家的准则 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这种准则 可能甚至更坚固和更劳不可靠 就是比这个市场的 还有一个是更高效 对 高效 家族高效 我明儿要干什么 今儿晚上开议会解决了 你今天现在法治社会 光你那个法律文件那半个月 你可见你就没有竞争力嘛 对不对 反正你都拟完了 那商机过去了 这个你们讲得深了 我觉得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任何国家啊 都有一个中间的组织形态 柔性的一种 你比方就像方舟刚才讲 这个什么黑杆 他确实是啊 你看 现在也有人说 说你看咱们这个国家 这个城镇化进程当中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间的人到哪找组织 你知道 比如说一方面 现在爱国观念也很高涨 对吧 但是国家是个非常大的概念 另一方面呢 你比如城市里的小年轻人 或者说 农村到城市里的人 他就是以个人为单位 好像个人主义也开始 比较冒头 对吧 就是自己管自个儿 陌生人社会 但是你发现没有 即便在美国 你发现没有 美国最多讲的什么 社区 对 他还有一个这么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块 好像团结在一起 很多利益都是这个 社区的 对对 共同的 很多时候社区必须同一表态 对了 决定公共利益 我家的这个墙 比如你们三十年社区的 我要搬进去 我说我家买一个房子 你们三个人 你说那土财 不能让人进来 那我就进不去 就这个事 对 美国的形成 你看他美国总统讲话 他不光讲国家 他特别强调社区 社区 我们为我们的社区而骄傲 这样的话 他也有一个自助吧 至少是互助的 一个中间的组织形态 对 咱们现在这个 好像这方面 要不就是属于 像活化石似的 这个宗族 要不呢 就是 各体原子社会 我们社区的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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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委员会什么的 一开会就吵着蛤蟆坑 永远 中国的那叫什么 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小区的那个那个组织 是夜委会 夜委会 夜委会 这东西吧 第一 没有法律地位 每回开会一定是不欢而散 我们那边开那个这个这个夜委会的时候 就是人越多吧 最后就全都热的都得脱了衣服 每个人都说你们都得听我说 全这态度 结果说了 说的什么了 就谁也不听谁的 你知道吗 他没有一个文化沟通 没错 这个我我我我反省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无组织 无纪律啊 就是就是这个是不是咱们的一个毛病 就是说我不爱参加这种组织 对我觉得 竟有人敲门就是成立各种夜主委员会 有一天我那边敲门过来 我先在猫眼里看一下 俩俩俩俩大妈一分说 咱们就是咱们共同利益 咱们跟那个物业咱们怎么怎么着啊 你知道最后我以后一半天我说 我说这不是我的房子 我没住这儿 我来闯门的 没有我朋友在这儿 我临时在那儿住两天 我就本能的好像不想 我觉得可能是这中国人或者很多人 他们就对于这个公共生活是有种畏惧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就你比如说他对公共生活的理解 就有人要管你 你只要他一到一个公共生活的领域 他就觉得自己要被规定 就是他被那个责任和义务的观念 你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这种概念 就我们的公共生活 我觉得像我这一代 我到大学毕业就结束了 你知道大学毕业对我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限制 我在一个非常逼色的空间 跟大家一起生活 你也不负有责任和义务 但是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公共生活 你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 好像一直缺乏一个建立起来的一个机制 实际因为是你独目难知 你一个人怎么着 我们从小被鼓励行使权力的这也太少了 对吧 没有行使权力的力 你看我们小时候 我刚才想这个社区概念 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军队大院里 你们那也算社区啊 他又很有意思 第一呢 大家都特别愿意做无偿的劳动 比如打扫卫生 就有人一喊 各家各户 谁不出去人都觉得丢人 是是是 对不对 灭蚊子 对对 什么除四害灭蚊子 打扫卫生 人都是拼命的出去 都是免费的 这里有没有矛盾呢 我们的孩子里都有矛盾 但出去打架的时候没矛盾 我们是空军男员的 跟海军男员的 海军男员的人也这个态度啊 就他自己肯定也有矛盾 但是他出去跟你的时候 他又包成一个团 就是他 你说他有什么利益吗 我想他除了有一个荣誉感 没有任何利益 那时候没有任何利益 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 空军男员的孩子 站在海军男员的那城里 忘回打 是不是因为有归属感呢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归属感 对啊 这就说明人性当中是需要归属感的 它是一种安全感 也是一种保护 对吧 有组织吗 对 他说那个对 比如说 你被欺负了 我们一出去 我们这边出去人多 每个人心里都特 安定 就我们人多呀 对 那这边一看 他们才来十几个人 我们这三十多个人呢 就从正式上 他都有这种归属感 你要这么想想 我现在还是熟人社会里的人 就是我的安全感 不是你是谁都是 我的安全感好像还是来自于我有一圈朋友 对 觉得有什么事啊 对 好像还有 总有人帮忙 总有人就会支持你吧 对 今天的社会变得不幸 是就是速度是加快的 你比如你在北京 你假如你到北京来 你举目无尽 有一个人给你领路啊 最好的 他是给领进一个旅游商店 一两年 最好的结果了 算给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 花点眼花钱算 对吧 对 那还算一好人呢 改革开放以后 我在这个就是 我那时候我在出版社嘛 那时候就所有的就是旅游经历都来自于出差 所以特别趁着年轻特愿意出差 哪都干 我第一次到上海去 那时候都是公共交通 下了火车以后找公共汽车 也没有什么现在有各种方面的 那都没有 就是到处问 然后有一个人特别的热心的给我领到 我当时找那个上海作协 就是巨鹿鹿 好像是什么六百多号 是多少号 巨鹿鹿特长 上海路都比北京长 没人陪着我 一路特高兴的就给我领路 说各种事 然后最后到那个坐协门口的时候 他一下就把我拦住了 他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是北京来的 我说对啊 就已经能闹明白 他说你身上有那个通用粮片 咱俩换换去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 他这个陪着我很高兴 因为粮片对我来说 我在那个地方 因为到招待所去 你的出差吃饭得交粮片了 你交的粮片和通用粮片都是一样的 你该吃一斤就交一斤 但是这个地方粮片跟通用粮片价值是不等同的 所以他就给你要换嘛 那时候你会发现商业社会会带来一个东西叫利益 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他就愿意 那我们慢慢形成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时候 那就变成无利可图的时候 没人去做 是啊 那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啊 你比如像这个宗族 他有的时候是什么 无利可图 对 我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我也要帮你做 对 你不管你管他这叫旧道德还是新道德 反正他好像人还总是需要一点 对 很多年轻人他标榜说自己不依赖熟人社会 但我后来发现他不依赖熟人社会 他其实对他配偶 对他父母 对他子女的依赖性格外强 你总得有个依赖的 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 他们这个包括日本好多年轻人 他们就处于这种没有归属感 又找不到熟人社会 他们那种反抗方式 就流行一个词叫社会脱退 就我从这个社会中脱离出来 我打一份工 然后呢这个在便利店打工 每天工作四小时 同事不停地换 所以我没有同事关系 我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然后我这钱刚刚好够生活 但是也不能生活得太好 而下了班之后我就在 我就在家待着 我就在这个打打游戏 然后嘟嘟猫什么的 就他们其实就是说 好那我也进不去熟人社会 也没有熟人社会 我就从整个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 我觉得这特别可怕